女生看车一直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就是颜值即正义 不得不说 这武林冰果的设计师 绝对是个劳动王 来看看武林全新的银标设计 丹萌可爱的车身造型 再加上这边 这个炯炯有绳的大眼睛点亮之后 瞬间感觉这辆车 好像被注入了灵魂 被唤醒了一样 谁看了谁不会迷糊 那从侧面来看 其实这辆车 无论是从线条 还是形面上面来看 都是非常简洁的 作为一款2023年刚刚出来的新车 我却从它的车身上面 看到了一丝复古的气息 尤其是它那个奶白色的车身颜色 从设计上来讲 它的车顶呢 采用的是一个 类似于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然后在车身侧面呢 有两条镀隔式条 再加上它这个造型 非常特别的轮毂设计 让这辆车在复古的同时呢 看起来也更加的精致 尾部的车灯呢 其实也采用了跟车头灯 同样的形状做了一个呼应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侧面的两条镀隔式条呢 跟尾部的这两条镀隔式条 其实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看起来有一种那种贯穿的感觉 那在提升了整个尾部 横向视觉宽度的同时呢 也让整个尾部的辨识度 变得更高 如果你以前是因为 50红光mini的内饰 做的太毛坯 所以放弃了纯片小车的话 那么这一次 你的顾虑终于被打消了 来看看50冰果的内饰 它整体的内饰风格呢 是非常统一的 不仅采用这种软性材质进行包裹 甚至车里面还用到这种 类似于钢琴烤漆一样的材料 整体的豪华氛围 一下就提升起来了 车里面呢 还采用了非常多那种 可可爱爱的这种造型 比如说方向盘上这些实体按键的造型 空调的旋钮 空调出风口 甚至是音响的造型 这边换挡杆的造型 连背架的造型 都是用到这种圆形的线条设计 它的屏幕呢 采用的是这种双0屏的设计 搭载的是零OS零星智能系统 不仅支持OTA升级 它车上这个小五小龄的形象 也非常的可爱 其实啊 除了这些之外呢 车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细节部分 设计师都有它的小心思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车里面终于用上电子手刹了 除了我刚提的这些车辆 还支持如行功能 倒车影像自动巡航 除了这些越机配置之外 在车身上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 比如说它的外后视镜 支持电动加热 座椅呢 同样也是这种电动调节的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担心的 就是它这个头枕 一体式座椅的头枕设计呢 它是没有办法来调节高低的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 像我一样坐在上面 正好这么合适呢 除了好看呢 大家觉得作为小车 它最重要的自我修养 应该是什么 当然是实用了 所以大空间才是 微型车最重要的问题 G250冰果呢 它的车身尺寸是 3950 1708 1580 那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 前后短旋的车身设计 所以说它的轴距数据呢 是非常优秀的来到了2560 那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数据 出现在一辆微型车上的时候 它的车内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 赶紧上车试试 做到后排来之后 我真的惊讶了 这样的腿部空间 真的是一个2560轴距的车 可以给到的吗 给你们来看一下 我的脚下呢 因为它是一个电车 所以地台几乎是接近纯平的 然后腿部现在往前的话 已经是按照我的坐姿 进行过调整了 大概剩下的还有一圈 两圈 三圈多一点的距离 那么头部空间的表现呢 是这样 一圈 多一点点 那整体对于车内乘客 乘坐的这个舒适度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OK的 车里面人的乘坐空间那么大 那么它后面的储物空间 是不是就不够用了呢 三 二 一 尖密 正确的答案是 一点也不会 车里面的后备箱呢 向下做了一个挖空的设计 空间非常大 目测 如果不放倒后排的情况下 应该这里放下 四个20寸左右的行李箱 都是没有问题的 假如说你车上 有一些大件的物品呢 你可以选择把后排座椅 进行放倒 像一些滑板呀 高尔夫球杆呀 在这里就都能够放得下来 假如说你东西特别大 还有婴儿车呀什么的 那你可以选择把后排两个座椅 全部都放倒 那这个时候 你能放下的东西 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纯电小车的续航 一直都是被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这款50冰果 它的CLTC综合续航是333公里 是不是听起来还挺不错的 更让大家惊喜的在后面 它的充电场景还非常的丰富 不仅支持我们家里面的插座充电 还支持慢充和快充 像它直流快充的情况下 从30%充到80%只需要35分钟 什么续航焦率啊 根本不是问题 那什么是问题呢 那当然是价格了 你看它无论是在颜值空间和配置上面 都是进行的一个全面的提升 所以价格呢 肯定不会跟之前的50红光 迷你一威一样定位那么的低 我估计啊 应该是一个5到10万的这样一个区间 那这个价格呢 对比跟它造型 尺寸或者说配置 都不会差太多的欧拉好毛 那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当然比亚迪即将出世的海鸥 我觉得也将会是它最强劲的对手 所以它们最终的差距会在哪里拉开呢 我觉得会在后面 具体的一些驾程体验上面 大家看完视频之后 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因为我们后续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加深度的试驾视频 那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